我父亲从早期的时候就是一个水手交给他这个配方 然后让他有一个生活的手艺 我父亲从19岁开始学了这门手艺以后 就一日接一日地慢慢把这个东西做上来 因为这个是很突发其然的 在当天就通知我们 所以我们感到很惊讶 然后也是很荣幸我们有这个机会得到这个奖项 新加坡虽然很小 但是我们还有新加坡的美食 还有我们的传统的咖喱包 带给每个世界的人来到新加坡 他会品赏到我们新加坡的文化 美食的文化 我觉得很高兴 感谢观看